台湘總苗董事長劉青春 是向大大學育成中心主任 吳建議介紹百香果的佳切技術 大大學創新育成中心與台湘總苗公司產學合作 開發百香果化的美妝用途 研發成果是獲得火炬國際化獎的肯定 中間研發過程發現台湘企業非常企業 雖然是農業 可是企業非常有企業家的經營 所以我們中間就幫他申請了一些火炬國際化獎 那也很榮幸老闆的努力 團隊的努力他也能得到這個獎項 那這個過程裡面我們也幫我們研發的成果 百香果化萃取成果 也陸續參加一些國際研討會 國內化妝研討會 也都很榮幸有機會獲獎 所以表示我們這個研發百香果的應用在美妝是受到肯定的 為讓農業廢棄物能夠加持運用邁向精緻農業 大大學創新育成中心是將百香果花進行成分分析功能驗證 結果證實百香果花的萃取物具有抗氧化和美白的特性 可以當作美妝品的原料 台湘公司一直在助力於種苗的發展 從民國七十幾年到目前已經有33年歷史 一直都在產種苗事業上 從國內國外 但是我們一直助力於種苗發展已經到一個階段 為了使更好的產品能夠給消費者我們做好的研頭管控 我們再看了百香果很多的花 包括一些花的再利用 它裡面經過我們這一次 經過我們大愛大學 吳子恩的研究團隊的開發研究 獲得了很大的成果 目前就是已經有針對就是加工食品果凍 然後還有美妝就是利用百香果花 那之後呢還會有更多的就是加工食品 或者其他的應用都還是持續在開發 台湘總廟與學校合作 希望結合大愛大學的研發能量 開發農業廢棄物的新用途 達到循環經濟的目標 大藝人新聞劉新校採訪報導 大藝人新聞新聞 大藝人文禎